吼 我是善良的上帝 现在听从诸神召唤出现在这帮世界 与万千神灵战斗争夺世界前三 哼哼哼 小场面而已 我善某人纵红宇宙数亿年 这种小比赛 那还不是手到心来 嘿嘿 看我带领八个村民 从零开始 暴杀全场 最终取得游戏的胜利 这家伙为什么有三十个人呢 不必担心 虽然他的初始人口比我多了一九九 但是我只要烈尸小弟 便能消灭此敌 注意看我操作 又有卑微的语气 委婉地表达出想要抱大腿的想法 正所谓伸手不达小菜鸡 我姿态已经放这么低了 太碍于面子 绝对不会对我宣伤 10号百搏大哥可能网不太好 但是不用担心 25号主动与我攀谈 想要与我结盟 看他 什么叫人脉 什么叫国际巨星 本上帝的威名已经遍及四海 所到之处八方来拜 放心25号 有我一口肉吃 就有你一个碗刷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反正现在是15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 各国不能宣战 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 看这赛场上这么多国家 大家都在努力寻找盟友 每个人都心思缜密各怀鬼胎 想着吞并他国赢得比赛 但是想太多也没有用 当务至极是统一西南领域站稳脚跟 150年的和平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等到这个绿条走到头的时候 第一次宣战便会开始 可是10号百搏依然没有回舞 这可怎么办呢 没办法了 只能用内道了 用略带强势的语气去质问大哥 但言语中又略带一些无可奈何的撒娇 仿佛指责老公能力不行的小媳妇一样 让对方不得不表态 10号的王确实不太好 25号说的也有些道理 从人口上来看 我目前人口66 兵力41 兵力上限41 科技等级25 可谓人多是众兵强马壮 而10号人口49 兵力20 兵力上限20 科技等级25 比起我来差的那么一丢丢 既然如此 10号的态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绿条已经读完 和平年代结束了 宣战正式开始 哼 已经有人急吼吼的开始宣战了 但是过早的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 并不是好事 现在整个世界处于暂停阶段 各国要在一分钟内发布宣战宣言 等到一分钟结束后 世界才会再次运转 各国会按照发布的宣战宣言进行战斗 所以说 过早的宣战只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 而越晚发布宣战宣言 便可以更好地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 并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调整 目前 西南中国都将目标定在了14号身上 这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14号面对围攻 必定会灭亡 但是之后 也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占领14号 而其他国家什么都得不到 我的盟友25号选择的实力弱小 并不被人注意的19号明智的选择 而19号宣战18号 而18号 这不是我吗 有没有搞错 我盟友宣战你不关我事啊 但是还好 他的国家离我太远 还有盟友牵制他 问题不大 而我宣战12号 12号人口比较多 但是兵力比较少 他还主动宣战14号 军队极有可能被14牵制 而我 必胜无疑 宣战时间结束 各国自由交战25年 对不起了 安慕西 25年一转眼就过去了 33号非常的难过 毕竟我干掉了他的盟友 安慕西 但是他实力跟我相差不大 真要跟我打起来啊 谁赢谁出还不一定了 于是他们将目标 描上了我的大哥 10号白波 41号宣战10号 33号宣战10号 虽然10号非常高冷 直到现在啊 都还没有回应我 但是一日为大哥 终身为大哥 纵使我只是单想死啊 也不能让大哥受委屈 宣战41 盟友25号也正式表态 宣战33 宣战41 哎不是 我就是走个过场表态啊 25号你大可不必如此认真 你就吊儿郎当60多个兵 直接去打33和41 会死的呀 但是 为11万 宣战结束 25年的交战时间开始 这一战 我极有可能失去两个盟友 怎么办 现在跟33和41求和还来了几个 如果我舔着脸去舔他们 哈哈哈 我早就知道我们一定能胜利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西南联盟 事不可当 为期25年的宣战阶段结束了 第二次宣战 开始 目前这种局面 东南战区的统一 要排上日程了 宣战39号 虽然这个绿色的国家 被39给挡住了 但是通过他的国家兵力和科技等级 很轻易的就能在右方国家数据中推算出 他的真实面目就是一号 艾阴阳的怪猫姐姐 宣战一 对不起了 39和一号 为了东南联盟 请你们先行退场 宣战结束 51725年的战争开始 我们三国出手 以绝对的碾压态势 通病敌国 东南战区实现统一 而接下来 我们将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战场 右方西南战区 35号和26号 正在清剿9号和16号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9和16是绝对撑不过这25年的 35和26将毫无疑问的 成为西南战区的霸主 而这两人竟然还结盟了 可恶啊 分裂他们的计划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而整个北方战区 战局则十分混乱 各国相互进攻 并没有一个十分可靠的联盟 哈哈 既然如此 南方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这就叫杨某 北方各国一盘散沙 而南方诸国团结一致 只要我们西南联盟 可以在这次战役中 获得更多的土地 那么结果 那么接下来就是拿北方开刀了 南联盟全面进攻北方诸国 开战 战争进行了非常顺利 我方部队势如破竹 轻易拿下西南大片领土 5号和44号 已是我们囊中之物 这马我们必胜无疑 只是 目前有一些小问题 东北战区也太菜了吧 完全扛不住35和26的进攻了 30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看起来完全扛不住 东南联盟的下一次进攻 预想中 让东北战区 签至东南联盟 自己去西北战区 稳步发展的计划 完全失败了呀 这次要忌了 不不不 小问题小问题 我们还有机会 既然如此 只能提前发动全面战争了 宣战5 44 30 只能祈祷这次可以 争夺更多的地盘了 完了 35号26 洞察了我们的意图 也像5号宣战 哼 还放狠话 现在还没看见局势吗 看我们南方联盟 踏平你的国土 战争开始 天 你又不是人来打我呀 虽然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但是看着最后的战果 我沉默了 沉默了 是今晚的南京传家大桥 北方诸国已灭 南方互不侵犯条约 即将成为一张废纸 擦屁股都显硬 从兵力上来看 西南联盟总兵力只有 361加316加330等于1007人 而东南联盟的兵力是 888加474等于1362人 比我们多出三分之一啊 直接打的话绝对赢不了 但目前的话还有一个选项 本场比赛会有三个赢家名额 而东南联盟只有两人 所以我们三人之中 还会有一个人可以获胜 只要我偷偷 不行 上帝你的尊严在哪里 你的志气在哪里 联盟是我一手创建的 现在绝对不能亲手把它毁掉 我要像个领导者一般战斗 纵使生死也要给盟友一个机会 宣战35 宣战26 25 到头来 还是你在支持我吗 那好 既然我们一起面对这偷偷敌军 以我之躯 给西南联盟留下最后的火种 10号 你要好好活下去啊 最终 35号 不太异扬 26号 库斯军 10号摆驳 取得了游戏的胜利 让我为他们三位 卸上礼炮 可恶啊 为什么我没有赢啊 就差一点点 一丢丢 但是 没有关系 下次我肯定能赢 比赛再次开始了 就让我带领霸人开启争霸之路